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关于IU 你可能不知道的22件事 IU本名一级 是目前站在韩国最顶端的女性索罗歌手 靠着天生有雌性的声色 带领潮流的做此作曲能力 成为2010年之后韩国最成功的歌手之一 从小就想踏入演艺圈的IU 一开始的目标并不是说一定要当歌手 而是茫然的只是想成为一名艺人 所以也上过演技学院 2006年中学一年级的IU 因为在体育歌跟朋友们吵闹 而被老师惩罚在朋友们面前唱首歌 这个时候听到IU歌声的体育老师 推荐他在学校体育大会开场舞台上唱歌 也就是在这个舞台之后 IU感受到自己很适合站在舞台上 也开始有了想要当歌手的梦想 为了实现自己的歌手梦 IU参加过包括JYP娱乐等 很多经纪公司的正选赛 虽然前后有遭到20多次的淘汰 但是IU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继续挑战 而因为出道前IU非常喜欢科米 所以在试镜的时候通常也都会唱科米的歌 有一天IU来到罗言娱乐试镜的时候 唱了科米翻唱的《金宝斯普古修大》这首歌 而当天郑乔也在试镜现场的科米 听到IU唱那首歌后 红尼之脸对IU说了 你干嘛要唱这首歌 在听完IU的歌声后 觉得这小女孩非常有潜力的科米 就对面试的崔代表大大的称赞IU 希望她能好好培养她 就这样通过试镜的IU 正式成为罗言娱乐的练习生了 当时练习生IU的不破老师是 歌手哈东云 而第一次交给IU弹吉他的人就是 歌手虚曾 IU没有以女团成员出道的理由 是因为所属公司判断 IU的声色比较特别 很难跟别的人融合在一起 2008年15岁的IU 以MIA这首歌出道的时候 因为知名度不高 再加上成绩也不是很好 所以曾经被媒体报道称 新人歌手MIA 以爆发的歌唱实力 唱了IU一首歌 2016年6月 IU以缠缩的一首歌 拿下出道首次的一位之后 开始收到了很多观众们的关注 通年12月 在发表了出文胆之后 仅仅不到一天的时间内 就登上了韩国所有 姻缘排行榜的一位 也拿下了出道首次的 专辑销售一位 皮里布的记者票选 2010年代Kpop Top 100一位的大纪录 并且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 博明妹妹的称号 在出演综艺节目的IU 被主持人问到 为什么没有参加过 SM跟YG试镜的时候 IU回答 没去SM的理由是因为 对长相没有自信 而YG是因为当时 争选赛次数太少 所以也没能参加 IU是韩国最有公信力的 排行榜卡文恰的成立以来 包括团体solo的 所有韩国歌手当中 因缘累积串聊 因缘下载成绩 都是历代排行一位的歌手 IU在2019年的 凯乐问卷调查中 同时拿下了代表 今年的歌手四位 今年的idol二位 今年的演员七位的成绩 这是从2007年 凯乐问卷调查开始以来 首次同时获得 今年的歌手 今年的演员的大纪录 在IU的所有专辑中 是因为IU觉得自己的声音 跟夏天不相配 而IU曾经也被网友们票选过 最适合秋天的女艺人一位 IU在罗言出道之后的12年来 一次都没有离开过所属公司 而所属公司也为了这样的IU 将公司整个一层楼 都提供给IU作为专用练习师 并且也提出了 9比1的分润作为续约条件 而这个时候 IU提出的续约条件只有 需要雇佣所有 与自己一起工作的工作人员 并且要给他们占工资 IU以旁边界一首歌 获得过作词奖 这是韩国首次不是职业作词奖 而是歌手拿下该奖的记录 IU也表示过 在自己获得过的所有奖项当中 最有意义的就是作词奖 2010年 IU在网上对粉丝们留言过 因为自己没有大受欢迎的热门歌曲 所以无法举行演唱会 但是8年后 IU成为韩国女性搜罗歌手当中 最初连续在Soul Olympic Games业举行演唱会 并在售票不到一分钟 就能收光演唱会门票的超人气歌手 IU是非常出名的捐款王 2019年也登上美国普普斯挑选的 2019年亚洲最年轻的捐款英雄 当时进入排行的30名捐款英雄当中 韩国人只有IU跟Amore Pesipi会长 曾经被两个人入榜 而IU只是在2019年 一年的捐款额就高达9亿5200万韩币 IU的本名是EGN 但是看IU的YouTube频道IG 或者是收录曲的话能发现到 常常会使用EGN这个名字 用英文输入打韩文EGN的话 就会出现这个英文 而IU常常使用EGN的理由 就是为了想要成为比EGN更好的人 EGN IU的父母亲曾经在首尔开了一家 叫做Junner的意大利餐厅 大约营业了三年多 现在已经不做了 IU是韩国一家烧酒广告的代言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 因为有太多的人偷走了IU的立地广告牌 而引起了一针骚动 这件事情也被很多媒体报道过了 IU对粉丝的真心也是非常出名 演唱会的时候为了要当兵的粉丝 在现场为他唱了《以能表面评》 也为了粉丝们写过很多次手写信 并附上自己的证件账 曾经也为了遵守于粉丝的约定 偷偷参加了金杰女子沟中的毕业典礼 给了粉丝们很大的惊喜 而且也为了当天所有毕业生们准备了鲜花 以及化妆品作为毕业礼物 IU最喜欢吃的饼干是肯帆 就是长这个样子的韩国饼干 而一包肯帆里 还会有很多这种样子的皮尔萨糖 所以IU就会称自己的男粉丝们是肯帆 女粉丝们是皮尔萨糖 要称赞IU的话 用一个钟头也不够 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发现到IU的缺点 是在我认识的人当中 人品最好的一个人 比起年龄有着更成熟的声音 而且还带着悲伤 IU是少数能掌握音乐榜的KPOP歌手 她散发着在别的地方是无法找到的真诚 本来就知道IU很会唱歌 但是为了她写歌让她录音之后 更是感受到了IU的才能 每次看到IU心就会非常痛 真的该好好惩罚当时担当时尽敬的人 在Ido的感觉消失的那一天 IU将会更加发光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